這次我們再重組 力圖再重組 然後嘉優又在這裡 我們可以再一起打球 其實是很感動的這件事 我都顧著 因為 力圖就是每一個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我自己看這部劇我都有看了幾次 我每一次看都覺得 很好啊 射得 每一個人的角色都是很有自己的 就像Edan一樣 他又有他搞笑的本色 然後好像阿Lo一樣 又是一個很亂男的身份 其實每次見到他們都會覺得 好像回去練球的時候一樣 Staffy 剛才訪問的時候都說 也有興趣可以開第二集 或者是見他 你自己呢 我當然想 因為我想這個劇集對於我自己來說 也是很重要 因為 又是第一次叫做 要揹著一個球隊 然後又是自己一個很喜歡的運動 所以 反應其實大家都很好 很開心大家這麼喜歡這部劇集 所以 真的再一次感謝台前幕後 去製作了這部劇集 然後觀眾也這麼支持 所以 希望 真的可以繼續延續 我們力圖的精神下去 可以有更加多關於力圖的東西 讓大家看到 其實對我們來說沒有所謂的 任何關於力圖的東西 繼續可以做下去都很開心 所以希望是 反而大家可以告訴我們 想看到力圖可以用一個什麼形式再見到 就像這次一樣 都是因為 大家的支持 所以才可以成立到這個球賽 讓我們再去見 去玩一晚 我覺得 《造星》始終都是一個 給了自己很大的一個 成長的歷程 因為 裡面經歷了很多血汗 很多眼淚 全部都是 很真實的 即每一天我們回很多時間的排練 和每一個隊員的相處 甚至乎我們的導師 即我遇到二汶和阿祖 都是給了很多的東西 都進入我們的袋 所以到這一刻 覺得在 離開了《造星》的舞台 再上路的時候 其實是有信心了很多 我想《造星》三番二是 令到我自己學會了 要很可以去感受 多一些 自己身裏面的 對表演的看法 所以 變相我這一年 暫時有一個小休息 我自己真的去學多了很多東西 我又去了學圖藝 然後又學跳馬鈴舞 最近又學了甜水 然後我還要考上車 誰知剛剛考了不時 這樣就過了 變了這段時間 我覺得 我好像可以涉及多一些 其他範疇的東西 再帶回去做戲 或者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是會 有更加多的 不同的讓大家看到 我們往正後 stell尾風 入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